根据Brownstead-Lowry酸碱理论,酸是一种可以向另一种物质提供质子H加的物质,而碱是一种可以从另一种物质接受质子H加的物质。 换句话说,酸是质子供体,而碱是质子受体。 根据阿雷尼乌斯理论,酸是一种增加水溶液中氢离子H加浓度的物质。 阿伦尼乌斯理论由瑞典化学家斯万特·阿伦尼乌斯于1884年提出,他指出酸是一种在水中离结产生氢离子H加和带负电的物质成为共额碱的物质。 根据路易斯理论,酸是一种分子或离子,可以将一对电子提供给另一个分子或离子,形成供价件。 换句话说,酸是一种分子或离子,可以接受来自另一个分子或离子的一对电子。 形成供价件 例如,根据路易斯理论,盐酸,HCL是一种酸,因为它可以向另一个分子或离子提供一对电子。 形成供价件 根据布朗斯台的洛瑞酸碱理论,碱是一种可以从酸中接受质子或氢离子的物质。 这意味著碱可以向酸提供氢离子,形成盐和水。 换句话说,碱是一种可以向另一种物质提供质子或氢离子的物质。 布朗斯台的洛瑞酸碱理论也指出,酸是一种可以提供质子或氢离子的物质给另一种物质。 根据阿类尼乌斯理论,碱是一种向溶液提供氢氧跟离子,O的物质。 阿伦尼乌斯理论由瑞典化学家斯万特·阿伦尼乌斯于1887年提出。 该理论指出,碱是一种能增加溶液中氢氧跟离子。 O浓度的物质,阿类尼乌斯理论是基于酸和碱相互反应,形成盐和水的想法。